字幕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我是羅凱 今天來跟大家聊聊蔡依林酒令的新歌《消極掰》 這首歌曲廣受大家喜愛 在短短的一天內點閱率就突破了150萬 也穩居目前YouTube發燒影片的第一名第二名 這首歌曲以幽默的歌詞述說人們面對生活當中 大大小小鳥事的無奈 滿滿的負能量我們可以聽到酒令用他獨特的唱腔 把這個東西詮釋的恰到好處 配上EDM的編曲讓這首歌的韻味很獨特 MV當中可以看到各行各業的人無力的躺著 完美的詮釋的消極這兩個字 讓人看了會記憶猶新會心一笑 推薦給還沒聽過的朋友點下面的連結一起去支持酒令的新歌 那我們今天要聊的是關於這首歌的歌名 還有這首歌曲裡面一些隱含的含義 我們先講官方版對於消極掰的解釋吧 也就是字面上的與消極說掰掰 但是如果我們用米南語來理解它的話 那極掰兩個字其實是指女生的生殖器 那我們聽聽米南語怎麼說 就沒什麼聽聽 幹你娘的老死掰勒 而這首歌前面用了一個消字 我覺得比較接近瘋癲這樣子 也就是消極的那個消 所以這首歌的歌名聽起來就很像是 米南語裡面在罵某一個人他是消極掰 雖然我們都知道這是一個聳動的標題手法 這首歌本身是在傳遞一種正能量 歌曲裡面也沒有直接提到消極掰這三個字 反而是用消極好分道揚鑣 來避開這個字眼 不然如果真的唱進去的話可能也不太好聽 再來就是歌詞有兩句很特別的地方 第一次聽的時候可能不太了解 是這兩句 來福薩克斯 還有羅曼蒂克斯 這兩句是直接用英文直譯成中文的方式 Life sucks 就是只生活爛透了我的生活一團糟 羅曼蒂克斯 Romantic 死 那就是浪漫破滅了 他的幻想破滅了 但如果你看這兩句話後面三個字 的話就會變成 薩克斯 跟蒂克斯 那也就是英文的 Suck Dix 那至於是什麼意思呢 大家可以Google一下 才不告訴你類 在英文裡面也是非常粗俗的一句髒話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巧合 還是說 這也是一個微妙的安排彩蛋 以上這兩個粗話放在這個歌裡面 確實可以表達對於生活負能量的 種種的不滿 但我覺得作為一個 九令的作品來說的話 我會蠻擔心的 而九令本人也有在採訪當中表示 關於這首歌的想法 九令表示 大家都有情緒的高低風 一定也會遇到很多事情不順遂 有時候停下來罵一個髒話 上字一下 也是一種發洩跟前進的動力 所以我覺得他本人應該是知道這個含義的 知道這是一個粗話 至於界定這個粗話的程度 我們可以參考刑法第309條的公然五入罪 來看看這個字到底能不能講 平常能不能講 之前是有一個新聞 就是在台中有一個女子 然後他跟房東有糾紛 於是他就罵了這個房東說他很吉掰 最後的判決就是公然五入罪 拘役15天 也可以一顆法金 一萬五 所以真的是有這個案例 那對於流行文化來說 因為流行歌曲就是流行文化一部分 那有很多的孩子 他似懂非懂的 如果去學習這個詞彙的話 那如果他在大人面前講 肯定是一頓暴揍 一定是被揍 當然你也可以說 那那個黃明志的吉掰人 然後像是 反骨男孩的痘痘那邊 這些歌好像 也是走這種諧音梗 好像也都不太文雅 但其實我是很喜歡九令啦 從2001年他的專輯 那張是Lucky Number 然後到 隔年比較有名的 看我七十二遍 我大概從那個時期就 小時候 很小時候就 開始聽他的歌啦 那一直到現在他已經成為了 就是國際級的天后 優秀的作品也不升美局 但也因為這樣子我會覺得 以他的 以他作品的質量 以他作品的 這個好的程度 去開了一個這樣小小的玩笑 反而會有點擔心 我有去看了一下MV下方 就是網友們的回覆 那針對這個MV的標題 大部分的粉絲是認為說 不能只看表面 然後就用道德去下定論 能取這個名字又不出套的 恐怕也只有九令了 OK其實也沒錯 不可否認的就是 今天這個歌曲是 很棒很好聽 但只是想跟大家討論說 在你知道這個歌名的 米南語意識之後 你會不會覺得不太妥呢 還是你覺得whatever 這只是一個諧音 就是我們要有幽默感 其實都可以 畢竟藝術作品 畢竟這種 流行文化 有各式各樣的欣賞角度 希望大家可以在下方 理性的留言 同時也祝福九令這次的專輯 可以繼續大賣 成績日日高升 OK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這邊結束啦 我是羅凱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加分享 也記得打開小鈴鐺 這樣子有新的影片 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拜拜